關心的是體育焦點了 美國職棒大聯盟的國聯冠軍系列賽 費城仁跟教室是展開了第三戰了 在4比2獲勝之後 費城仁是以二勝一敗 在系列賽領先了教室了 不過費城仁的二雷手塞古拉 他過程當中是讓球迷的心情大洗三溫暖 因為四局上他的失誤害球隊被追平了 好 沒有想到下一個辦局是立刻上演了道歉野球 幫助了費城仁再度超前比數 四局下的陽春炮讓費城仁開賽沒多久就突破壓彈 不過僅僅領先一分 就要有隨時被翻盤的心理準備 客戶況是守備還在這個時候發生失誤 小拋船根本沒進去啊 沒接到 所以教室隊現在挑戰 對 有機會喔 這一定的喔 費城仁的二雷手 在四局上想快點傳一壘 結果最後一個出局數都沒抓到 還丟掉一分 害得費城仁遭到扳評 但不得不說棒球之神很會安排 四局下馬上讓有機會代罪立功 這個球勉強出棒 結果打成了安打 兩出局這一支安打 現在費城仁兩分都要回來 真的代罪立功了 打出去這一球道歉野球 面對這個外角偏低的大壞球 被Segura伸長手硬勢撈了起來 兩分打點進帳 前面守備失誤 害球隊被翻平的他 這下又幫費城仁超前了比數 在一壘上的他嗨到不行 沒想到不久後 就讓我們的主播球評哭笑不得 但是奧頭 哎呀 被牽制輸局 Segura根本就是讓費城仁的球迷 情緒一下熱一下冷 幸好習過心情三溫暖之後 費城仁這場比賽還是以4比2贏球 在國聯系列賽當中 以兩勝一敗領先教室 華誌新聞陳映偉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